一花已世界,一叶已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孝,孝为德之本 中国人被人家认识的第一点就是孝道 孝道为先是每一个中国人 应该要谨慎遵守的 因为别人会以此为切入点来了解你 懂得孝道的人都知道 任何事情都可以变成好事情 统统可以变成好事情 街上有一对老夫妻 每天早上都要早起 帮他的儿子瑟儿买早饭 然后帮他开店门 瑟儿今年已经刚四十 就百病缠身 常常逢人就感慨 生不如死 瑟儿上面有三个姐姐 母亲四十三生下她 她出生时 信命的父亲找过风水先生 风水先生直说 她家风水好 以后要出奇才 这个孩子将是大富大贵之名 父母喜极 便对她自然多了几分偏爱 出钱出力 希望她有一个好的前途 对三个女儿根本就不上心 父母对儿子的过分溺爱 让三个女儿意见很大 抱怨他们重男轻女 纷纷选择远嫁 瑟儿从小就不爱学习 整日里惹是生非 父母什么都由着她 说男孩越调皮捣蛋 以后成功的机会越大 老到二十岁出头 由于瑟儿英军帅气 家庭条件好 出手阔绰 虽然没啥正经工作 提心的还是分打而至 可惜少年气盛 因成匹夫之勇 跟流氓斗戚互殴 以做了爹的事 被送进了监狱 等出狱后 她又交了一帮 在监狱里认识的烂人 更是变本加厉 吃喝嫖赌抽 让量精通 仗着家里有些权势 先是打跑了 一直等她的老婆 强留下了一对儿女 娶了容貌年轻的第三者 气得父母接连住院 却不知悔改 留下儿女 她又不尽父亲之责 家孩子丢给年迈的父母 不管不问 十多年的时间 她摆逛祖夜 心系跟人跑了 儿女也都青春叛逆 成为混混 且在十八岁以后 分别离家出走 杳无音讯 她愤怒 却也无可奈何 前几年 突换脑血栓 被想救过来 却成为了瘸子 行动不便 以前的狐朋狗友 都消失了 而她已经挫持山空 只能跟人学了 修索手艺 聊以狐狗 八十岁的父母 因此整日愁容满面 对着人发牢骚 儿子如今活成这样 自己死都不敢 怕死得没人照顾她 什么破风水 他们始终没明白 是他们一味的纵容 害了瑟 对于孩子 慈眉善目是爱 怒目金刚也是爱 风水再好 也抵不住瑟儿 百般作死 不是命运瞎言 而是瑟儿的父母 亲手葬送了 儿子的好运 败光了自己的福报 过去爷爷父亲 是家中最受尊重的人 一个家族中 越长者 越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大凡啥事 也都必先告诉长者 一座定夺 有好吃好穿的 也必然是年长者 首先享用 而且家中的儿孙媳妇 都要对父母长辈 有礼数 嘘寒问暖 不敢怠慢 所以整个家风 特别和谐温暖 而现在一切变了 长辈父母们 都是围着孩子转 孩子成了全家的轴心 从孩子一生下来 一家甚至几家人 共同看护一个孩子 好吃的 有营养的 食物每天围绕着 漂亮时尚的衣服 天天换着船 上下放学全程接送 就跟皇太子一样 沉溺在 丰富物质的享用中 这些看似是 父母疼爱孩子的举措 其实是在害孩子 因为每个活在 这世上的人 都是因为有福报 才能活命 福 尽则亡 过头的让孩子 消耗自己命中注定的 这些福报 什么吃最好的 穿最好的 用最好的 等等 都是在折他的瘦 清代季晓兰 在其代表作品 《月威草堂笔记》里 记录了这样一个例子 他的侄子与奴仆的孩子 生时只隔着一堵桥 两床相对 两儿同时落地 不但生时时刻相同 连分秒都相同 他的侄子到16岁 就早要了 而奴仆孩子一直都活着 他分析的原因是 他的侄子生长在富贵之家 福报先消耗尽了 而奴仆孩子 生长在贫贱的环境中 对福报消耗得很少 很慢 用今天的话来说 因为后天生存环境的不同 各自消耗生命能量的速度不同 导致了他们的命运完全不同 所以 家中老辈常说 小孩名字叫贱叫丑些 吃粗些 穿旧些 好痒 就是上述原理 二 如何为孩子积累福报呢 让我们看看化解小人大法中的 观音帝的故事 看他是如何培养和教育孩子的 观音帝有一个独生儿子 在孩子出生后 他就牢记 有钱难买 幼食贫的古讯 从小就注重培养儿子的爱心 每年的压岁钱 都让儿子亲手送给那些 在街边乞讨的穷人和残疾人 有一年 儿子买飞机模型的粘纸 花超了三块钱 观音帝就批评儿子爱心不够 随即让儿子写个检讨 还让他打个窃条 把每个月的零花钱 提前扣下三块不上 然后 再送给寒风中的那些乞讨者 在儿子上四年级时 观音帝就让他 查字典 开始读一些乳是道的 惠语名言 重要的句子还抄下来 贴在卧室门后 让儿子天天都能够受到血洗 有一次 观音帝生病卧床 儿子就给他倒水拿药做粥 面对此举 观音帝母问儿子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说 弟子归上讲 亲有急 药先尝 昼夜是 不离床 只有十岁的孩子 说出这样的话 做出这样的举动 观音帝 潜然 泪下 还有一次 观音帝的老同学 送来了一套 非常时尚的新衣服 儿子非常喜欢 很想穿 可观音帝说 你要喜欢 那就穿上赵克相 留个纪念 赵完相 再脱下来 那次赵克相之后 观音帝果然 让儿子脱下来 便让儿子亲手 送给了一个家庭困难的 童年孩子 从幼儿园 从幼儿园 一直到初中 毕业 观音帝都是让儿子穿补丁衣服 而且一件衣服一补 就是好几块补丁 而把那些新衣服送给了农村的穷亲戚 穷邻居 而且必须让儿子亲手送 观音帝经常给儿子讲一个道理 一个人要想使自己一辈子都不起贪心 那就必须从小做到自己最喜欢哪样东西 就向别人施舍哪样东西 一个人要是一生都能够做到 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送人 那这个人的贪心肯定起不来 所以他的儿子在学习期间非常专心 从不考虑去哪玩吃什么香 在初中未毕业时 就因为树立竞赛得了第一名 被北京一所高等学府破格录取 待他参加工作后 除了将自己花销和孝敬父母之外的所有的工资 也都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 何去帮助那些处于贫困中的人们 因此在单位他拥有很高的声望和威信 不几年便走上了领导岗位 试图越走越顺利 相比之下 现在有些父母非常可怜 给孩子打洗脚水 好吃的东西自己不舍得吃 留给孩子 有的还给孩子买车 可结果呢 孩子不是多病成了白发人送黑发人 就是因为驾车发生了事故杀人 真不知家长是奖励疼爱孩子 还是给孩子挖掘坟墓 最后奉劝父母们 请不要把你们小孩命中的福报提前用 小孩命中注定的福报 要给他保存起来 给他将来用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